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南省西北部 面积2007平方公里 人口92万 这里气候宜人 四季分明 钟灵玉秀人杰地裂 土地肥沃 雾府平丰 大家好 我是河南省徽县市委书记刘军伟 很荣幸向大家推荐最美南太行 活力新徽县 河南徽县一座中国的北方小城 可以让诗人发出如此赞叹 今天我带着各位一道领略他的名义人风采 辉县从历史长河中跋涉而来 新中国第一次考古发掘从这里起步 远古时期 这里是共工氏族聚集之地 这里有共产文化 养勺文化 龙山文化遗存 以及大量的殷商 战火 汉代的历史古迹 从灰县出土的紫龙顶和四母屋顶一元一方 相映成灰 堪称中华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臂 六百余年历史的百权要交会享誉中外 回县境内有百权 琉璃阁等全国重点公务保护单位七处 每一处都有您想感知的厚重历史 每一处都有您想探寻的闪光记忆 灰县从绝美的诗词中走来 碧碧泉水溢流于齐 诗经中就有描写灰县的诗歌 曹伟时期的纪康 西晋的阮记 唐朝的甲岛 宋代的书氏都曾在灰县留下佳作 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了这方文化沃土 擦亮了中华诗词之乡 中国书法之乡的灰县名片 灰县从秀美的山水中走来 八百里太行把最美的风景留在了河南 留给了灰县 灰县由五维景区巴里坡 山清水秀碧水呆雅 在这里您可以登红颜绝壁 上峡谷云海 往刘犬飞铺 4A级景区万仙山 群峰静秀 层楼碟杖 挂壁公路绝壁长廊 中华影视层郭亮等景点 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宿有中州义和园 北国小溪湖之称的 3A级景区百泉湖 开着于商代 是河南省最大 保护最好的五元林建筑区 一批A级景区 还有白云寺国家森林公园 观山国家地质公园 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 和两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使徽县成为国家级旅游业 改革冲击先行区 成功入选 2020年中国现役旅游 发展潜力百强现实 灰县从务实肯干的传统中走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们的前辈创造了 灰县人民干的好的奇迹 短造了说了算定了干 再打困难也不变的 灰县精神 现在灰县人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攻克了前进道路上的 一个又一个堡垒 一起风发地行进在 社会文明进步的康庄大道 灰县从改革创新的浪潮中走来 灰县是先后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先进线 全国文化先进线 国家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国家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线 全国食用具产业化建设示范线等荣誉称号 星河生物食用具日产规模 米多奇磨片销量都具亚洲前列 广瑞汽车转向级驻建 辉煌堂皇汽车发动级堂皇 占全国市场份额80%以上 星敌断压内高压成型技术国内领先 下风电器直驱裸杆泵技术 填补了行业空白 如今的灰县正行进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上 灰县人立足转型强势 文律明示 交通行驶 生态美式的战略定位 瞄准文旅康雅 高端装备制造 绿色食品加工 三大主导产业 全面加快 创新活力灰县 文旅康雅灰县 美丽智慧灰县 文明幸福灰县建设 努力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灰县讯案篇章 我是河南省灰县市委书记刘军委 我代表92万热情浩客的 灰县人民 成腰海内外朋友 走进南太行 相聚心灰县 相聚心灰县